嗨!我是Grace 今天這支影片我要和你們分享的是 2020幾乎我覺得都是活在一個非常不舒服的 心情 情境下 疫情爆發 很多事情受到阻礙 你不能出國啊 然後你出門還要戴口罩啊 心情不好 皮膚也不好 所以我今天整理這些保養品都是我2020年 史上無敵巨愛最愛 最好用的保養品 手上這些東西還蠻多的 然後品項我都已經先寫在資訊欄裡面 你們有興趣呢 可以把資訊欄打開 那影片開之前啊 如果說你對我這個人的生活狀態 或是你想了解我對彩妝品 或是保養品的心得的話呢 第一線訊息我都會更新在IG 要記得follow我喔 第一個好物我要先推薦給你們 都是打放他們家的療癒小粉紅 它的本名叫做全校舒緩精華液 它不只是我年度最愛 可以說是我的此生最愛 而且我常常在他們分享這一支 請你們一定要入 尤其我覺得戴口罩這一年的 每個人口袋都一定要有一支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熱敏感 只要是夏天 我想如果你是我朋友的話 或者說你有在看我vlog的話 應該都會發現我胸口脖子都會紅紅的 但小粉紅呢 它對我皮膚熱敏感是有放鬆舒緩 甚至我日常天天拿它包含我的皮膚的話 它甚至可以讓我的皮膚的熱敏感 就比較沒有那麼長 就是壓起來 所以我覺得它對於我皮膚的舒緩 還有防禦的能力呢 是特別有感的 那其實2020年戴口罩嘛 你知道戴口罩其實皮膚也會出現一些很敏弱的狀況 像我在2020年就還蠻常發生皮膚會泛紅 甚至會搔癢 那這時候拿它出來保養一下肌膚 它對於那種不舒服的感覺幾分鐘就可以穩定下來 所以我覺得它的那個效果是非常明顯的 然後再加上它的質地啊是水水的那一種 所以你抹開之後啊 我覺得它滲透力是非常好的 除了說有舒緩甚至還有保濕的感覺 如果說你跟我一樣在2020年皮膚容易發揚跟泛紅的話 或者如果你本身就是高頻率在敏弱性肌膚的人了 這一瓶請你們一定要用力的囤貨 我真心愛它愛到爆 那還有一個點是我超級愛它的部分 就是它的味道 超療癒 就聞起來有梅子的那種酸酸甜甜的感覺 非常非常的香 第二樣好物呢我要推薦給你們的是打放他們家的美容神油 我手上這一瓶呢是百炎24K黃金極致芳香精露 那為什麼我會推打放這一支精油呢 是因為我覺得它的質地真的好輕喔 其實有很多油類給我寄定印象就是它很悶 但他們家這個油好清爽 塗完之後皮膚看起來有油亮感 但是呢它沾點髮色的程度非常的低 再加上我覺得它上皮膚的感覺是非常舒服的 就是你會感覺自己的每顆毛孔都在呼吸以外呢 它不悶不黏不油不厚重 還有一個點就是我覺得用這一支精油包含完之後 整個皮膚的亮折度會比其他油類保養更精亮 我在想可能是因為裡面有添加24K金 所以我會覺得包含完整個皮膚的精緻度好像 有一種level up的感覺 那我另外一支呢是柑橘方向精露 它的效果呢其實也蠻像的 就是可以符紋可以去滋潤肌膚 然後它保養的感覺呢舒適性也非常的高 但是呢我覺得它的亮折度就沒有像24K金這麼的精緻 那除了說亮折度以外呢其他保養效果我覺得都還蠻像的 那就看你自己的需求跟預算 第三個好物我要推薦給你們的是 打放他們家的芳香洁淨調理膏 我真的是打放的鐵粉 我覺得他們在保養品實在太好用了 這個芳香洁淨調理膏我之前也和你們大力推薦過 只要你身上有任何一個破口馬上把它填出來就對了 因為它對於破口的修護能力非常厲害 我之前有帶你們實測過痘痘 我把我的手上痘痘擠爆 然後我就拿這個芳香洁淨調理膏 薄薄的敷一層隔天那個痘痘的洞就合起來了 然後大概連續早晚使用到第三天 我那一塊皮膚本來很腫脹因為它在發炎 大概到第三天還第四天它不僅消下去 它還沒有留任何的黑色素沉澱 所以光是這個點我覺得它對於皮膚的修護能力真心非常的強 所以這一罐我真心把它當神膏再供著 雖然它有一點貴可是我覺得CP很高 因為它的質地很像是那種面書利達膜那種比較膏狀的 然後每次用量都是薄薄一層一點點就夠了 只要我嘴巴一乾一破 我馬上就會把它請出來當護唇膏擦 隔天起床我的嘴巴又會恢復像 新生兒Baby那種很嫩唇的感覺 當然新生兒有點誇張 就是嘴唇很嫩很保濕 當然它的價格比較貴 如果說你預算有限的話呢 開架也有神高 就是理膚保水這一條 它叫做B5全面修護霜 這一支是我的第二條 第一支我用到一半就送我爸去了 因為我爸那時候汗泡整個手就非常的乾臉 然後那時候就推薦他可以試試看 把它當護唇霜 或我看他抹了一段時間 搭配他自己有在調身體 他的那個手腳都好了 那我自己呢就是後來又跑去買一條 因為它對於一些敏弱性的肌膚呢 修護也是非常強的 比方說剛才海門說的破口 它也可以有效的修護 就是你今天塗完明天 它的傷口會合起來以外 包含像我平時被蚊子咬 蚊子咬一包很癢很不舒服非常腫脹 然後我就會拿它稍微薄薄的敷一層 大概過兩到三分鐘 那個癢癢的感覺就會消失了 其實我覺得它一整個 就是保養的效果跟打放這瓶非常的像 但其實他們就是有差別 比方說像是價格上的差別 或者是味道上的差別 甚至是質地的差別都不太一樣 味道的話 因為打放它裡面有加植物精油 所以其實它聞起來是比較療癒的 禮膚保水的話呢 它的味道我覺得就比較原味 因為它標榜就是非常溫和的成分 所以也沒有添加任何的香料 所以聞起來我覺得它是有一股塑膠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香氣非常看個人 這個味道我沒有很愛 但是我身邊真的有蠻多人喜歡這個味道的 它的質地是比較像乳霜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它的那個質地稍微有一點濃稠 所以抹開之後啊 如果說皮膚在安然無恙的情況下使用 我覺得它會有一層油脂覆蓋在皮膚上面 稍微有一點點負擔 但如果說像我前陣子就是從台北飛到上海 因為上海那陣子就報了非常多本土案例 我摸到外面進來的東西我就會狂洗手 包含行李箱也是喔 然後我就把我的手洗爛掉了 我的手又乾又紅又癢 然後又起陣子 然後我又不想要去醫院掛診 所以我就靠自己醫自己當醫生 然後我每天就是晚上睡前都會敷禮膚保水 大概敷個三到四天我的手就比較穩定了 就沒有在發揚的感覺 所以我現在把它放在床頭 那因為它的價格是比較親民的 所以我會拿它來擦身體 那打放這支價格比較貴 所以我會拿它來擦臉 所以對我來說它們都非常的強 味道不一樣質地不一樣 使用的部位也不一樣 第五個好物我要推薦給你們的是 Hotbar的直萃小沙精唇液 它有分植物版本的 也有分動物版本 我手上這個是綠色品乾是植物的喔 那因為其實你知道角砂碗這個成分呢 我們的皮膚也會自動分泌 可是當年紀越來越大 那些油脂不再分泌的時候皮膚就很容易乾嘛 這時候你就要適時的幫助我們的皮膚去添加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成分去滋潤肌膚 Hotbar他們家的油我覺得非常的清爽 就是你抹完了之後 也不會有油膩感 然後它滲透速度也非常的快 再來就是我覺得滋潤速度呢 也是馬上油感的那一種 打放他們家精油你覺得稍貴的話 我覺得也有評價的選擇就是Hotbar 但是我覺得Hotbar的效果也是蠻好的 所以我會很推薦給比方說像小姿或者是學生們 我現在也有在用 像是我剛才他們說我的手洗到爛掉嘛 我就是先抹一層Hotbar 然後呢再蓋上禮膚保水 然後這樣子睡覺 每天晚上 甚至早上我沒有辦法塗禮膚保水 因為我的手還要做其他事情嘛 我就把Hotbar當作手配的護手霜 就是滴了一滴兩滴 然後稍微按摩一下 讓它吃到皮膚裡面 我的手就沒有這麼乾 也不會癢了 所以它的保養效果呢 我覺得非常的厲害 接下來第六個好物呢 是蘭蔻的小黑瓶 它本名叫做超未來基因復活路 之前也是還蠻瘋狂和你們分享 我多愛小黑瓶 它其實也是我20...好像19年 我碰到到現在一直都沒有中斷過 而且我從30ml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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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到50ml 因為其實我的臉呢 長大之後比較不會出油 可是粉絲跟痘痘還是會照樣長 那其實像有時候 我只要一爆痘 我之前都會和你們分享 我會使用酸淚 但其實現在我比較不太愛用酸淚 是因為我覺得酸淚用久之後 皮膚會脫皮以外呢 有時候 你沒有辦法掌握那個痘痘 它是會被酸淚逼出來 還是說它會乖乖的回到皮膚裡面去 像我現在自己要選擇 可以去照顧那些粉絲或痘痘的話 我會選擇蘭蔻他們家的小黑皮 因為其實我覺得它厲害的點在於 它不是幫你借外力它的成分 不是喔 不是借它的成分幫助你逼出痘痘 而是它會透過一些調整 調理 就是讓你的皮膚恢復到比較健康的狀態 所以它會讓你的肌膚自己選擇 要去代謝那個痘痘 還是會讓那個痘痘回去 那我自己是覺得體驗下來真的還滿有感 只要我的皮膚遇到那種粉絲跟痘痘 好像已經有點亂的套的那種感覺 我就會回到小黑皮的懷抱 因為它的質地是非常水潤的 你很好化開 而且它的滲透力非常的好 那你化開之後皮膚是有光澤的 可是又不會有黏膩感 可是因為它滲透力太好了 所以你臉抹完之後脖子不一定帶得到 所以我覺得以它的質地上來說呢 是有優點跟缺點的 第七個好物我要推薦給你們的是 克蘭斯的黃金霜激萃 這支黃金霜激萃對我來說是日常 只要我的皮膚沒有發生什麼大事 就是很健康的一個情況下呢 我就會選擇它 因為它的質地還滿特別的 就是一瓶裡面它有精油也有精華 所以你擠出來它是兩個質地 那我很喜歡它的質地 就是因為它有油 然後又有精華的那種比較液態的質地 把它推在一起的時候 它會變得非常非常的柔順 然後你往臉上帶之後呢 它有那種油脂的感覺 然後又有保濕的成分 所以你每一次按摩完皮膚呢 是非常柔嫩的 那其實它是一支抗老精華 像我自己好像是從26歲開始使用它 到現在28歲了 快要快28歲了 像我的皮膚是混合性肌膚 冬天呢比較乾 所以在乾的時候呢 也會出現一些乾紋 那些紋路如果我沒有去滋潤它的話呢 我上妝它那個紋路會變成一條小溝 水溝 非常的不好看 那這時候把它請出來 它對於我肌膚的乾紋滋潤度是非常有感的 這個精華我覺得非常方便的是 平蓋打開之後 你可以看到它的壓嘴呢做的特別 因為它有大小水滴 可以讓你選擇 今天你想要亮多你就轉到大的 今天你想要亮少你就轉到小的 這是非常方便的一個設計啦 那像我的話呢 只要是冬天我就會壓1.5 就是大加小 然後只要是夏天呢 我就會壓小的 壓一次就夠了 那當然我覺得每個人膚況不一樣 我就看你自己的用量是怎麼樣囉 第八個好物 我要推薦給你們的是 人稱開架青春露 就是巴黎萊雅的 雞雪草晶透青春露 我手上呢是小銀鈣 小紅鈣我也蠻喜歡 但是小紅鈣我會挑季節 因為那一支我覺得它太滋潤 就是非常保濕 因為它的質地就是這樣水水的 每次保養完之後 整個皮膚呢有水嫩感 然後有光透的感覺 甚至呢我覺得它對整個肌膚滋潤度 也是非常有效果的 因為像之前疫情還沒有發生的時候 我從台北飛到上海過了幾天 然後再從上海飛到美國 其實這三個地方啊 它的氣候不太一樣 那對我這個皮膚來說呢 就是也會造成不一樣的影響 比方說台灣它就比較濕 所以我的皮膚沒什麼狀況 然後回到上海比較乾 那我的皮膚就開始出現一些 很缺水的感覺 然後過了兩天之後 我就從上海飛到美國 美國加州更乾 就是我整個皮膚就發癢 你知道嗎 而且還很紅 所以這時候我就把雞噱頭拿出來濕敷 欸 敷完了之後 我覺得我整個皮膚變得比較水嫩 然後連續使用幾天下來 我覺得 我好像可以適應當地的氣候了 所以我會覺得它對於我皮膚的那個屏障 就是健康力是有增加的 所以這一支我一直都非常喜歡 然後它也是我第二載的第三支吧 巴黎尼亞這系列化妝水呢 就是小銀鈣跟小紅鈣 它主要就是有添加積雪好 這個非常強大的成分 對我們的皮膚呢 有修復能力 然後又有保濕保水 然後甚至可以讓我們的皮膚呢 有緊緻的效果 那它最大的效果就是可以幫助我們皮膚 增加防禦能力 也就是說外在因素再怎麼糟呢 也可以讓你的皮膚快速回穩 然後恢復比較健康的一個狀態 那有一個小提醒 因為它裡面呢 是有添加酒精的成分 所以如果你本身對酒精有敏感的話呢 這系列可能就放旁邊思考一下囉 那當然如果說你是超乾超敏弱的話呢 有一個化妝水我也是蠻想推薦給你們的 就是雅漾他們家的活泉水噴霧 這一瓶我在2020年真的是空瓶好多次 2020年每個空瓶都會出現到雅漾 然後這個又是新的了 我之前有帶你們做過化妝水實測 就是它濕敷下來對於皮膚的那個保濕的感覺超厲害 濕敷完過後那個保水度是增加非常多 那其實我覺得除了說素姿會說話以外 包含你自己在摸皮膚的時候也非常有感 就是你整個濕敷完之後皮膚是非常水嫩的 所以其實我很喜歡用雅漾的活泉水噴霧師傅 然後這一招呢也是雅漾的公關教我的 那因為它的成分非常的溫和 就是沒有聽到什麼酒精香料那些都沒有 所以如果說你本身是大乾肌 然後敏弱性肌膚的話呢 雅漾的活泉水噴霧也是蠻推薦你們可以去試試看的 但是我覺得有很多保養品都一樣 尤其像這樣子的舒緩型保養品都是一樣的 就是如果說你在健康的皮膚情況下使用呢 你會比較沒有感人 你會覺得它就是水 或者是它就只是讓我的皮膚有那種濕濕的感覺 保濕的感覺 但是當你在皮膚敏弱的情況下去使用 你會發現天啊 它是一瓶神髓 所以其實像2020年口罩帶多 皮膚容易緊繃敏弱的時候呢 這一瓶我覺得非常的好用 所以我很喜歡拿它來試服 可是有一個點 我覺得它會發的還蠻快 所以建議你們後續可以搭配其他的乳霜去鎖住水分囉 第10個好物呢也是雅漾他們家同一系列就是 全效果全保濕精華乳 我跟你們說特別你是大乾敏弱肌 很乾很敏弱的話呢 你不太適合用具有功效型的保養品 你要找一支超溫和然後又具有保濕效果的保養品 真心就是它了 因為像我之前皮膚出現很乾、半紅、敏弱三個一起來 說實話我也不敢塗什麼小黑瓶 我也不敢擦什麼巴黎拉的積雪草 因為它們裡面都有添加一些比較具有功效型的成分 有代謝效果的啦 或者是說有酒精那些真的都不適合往臉上帶 當你的皮膚超敏弱的話 麻煩你一定要備一支這個在身上 因為它的成分真的非常的單純 就是純保濕 然後又可以去舒緩你皮膚的不適感 那它的質地我也蠻喜歡的 因為它是水乳液的一個狀態 你把它化開之後呢 它會變得非常非常的水感 然後滲透力也很強 重點是你抹完了之後 大概等五分鐘左右 你的皮膚完全不會悶不會黏 然後甚至還有那種保濕的柔嫩感 那像我的畫呢 就是身上一定會被一罐 以備不食之需 第十一樣好物呢 我要分享的是 Apivita的仙人長滋潤再生面膜 它們家這些面膜我非常喜歡欸 因為之前季節轉換的時候 然後戴口罩出門啊 長期戴皮膚乾敏弱 而且還會有那種刺刺的感覺喔 然後那時候就剛好接觸到 Apivita它們家這些面膜 就是我一膚驚為天人欸 從一個很緊繃的狀態 然後瞬間得到釋放這樣 刷 非常舒服 所以它們家的面膜我一直都有沿用到現在 一樣它也是屬於可以增加你皮膚 就是防禦能力的面膜 然後可以去舒緩你當下不是 那其實它是 這樣子 一盒裡面好像有12片這樣 然後這盒是我自己有另外買的 因為第一盒我已經用完 之前有空瓶過 然後你打開之後啊 它這樣是兩片嘛 你把它拆開它就是兩小包 一包呢就是一到兩次的用量 當然就是看你自己的用量去斟酌 比方之前有讀者很可愛問我說 欸這個能不能用一半冰到冰箱裡面 當然可以啊你想怎麼用就怎麼用 當然就是你拆開之後不要放太久 盡快使用完是最好的 那它的質地呢我覺得是介於乳霜跟痘膜之間 所以其實在抹的時候我覺得它 特別的輕盈跟滑順 我自己是覺得敷的感受還蠻舒服 因為它聞起來就有一股乳木乳的味道非常療癒以外 就是你在敷的時候還會有那種涼涼的感覺 然後呢我之前戴口罩啊 就是用那種比較保濕的粉底液 不斷的在我的口罩裡面吹氣 我的這一片戴口罩照起來的地方是會浮粉的 那後來我發現說用它們家面膜敷完了 就是一樣的粉底液 然後再敷完面膜隔天 同樣在吹氣外出一整天的那個浮粉程度 變低非常的多 所以耳皮皮塔這些面膜呢也是我一直不斷在回購的 接下來12、13、14的好物呢 都是要和你們分享嘉丹尼爾他們家片狀面膜 我特地就是拿單片來和你們分享 因為盒裝呢實在是太大了 而且有些盒子我沒有留住 好那這三個面膜我先來跟你們聊 杏仁酸亮白淨化面膜 這個我也很常跟你們分享 空瓶也是不斷在出現 那他們家這系列面膜呢我會特別使用在我的皮膚 有出現顆粒感的情況下 今天敷完睡覺隔天那個粉刺就會有一點探頭 然後你再連續敷第二片那個粉刺再一天就會被代謝掉 所以我覺得它對於顆粒感的粉刺代謝效果非常的強 然後我會把它放在急中型面膜 因為像如果說我今天臉上有很多顆粒 我的明天或是我後天有活動的話呢 要美美的登場要閃亮登場的話呢 這個面膜對我來說就是救命稻草好不好 然後有那個85折折扣嘛 GRAC你們買起來會比較划算 然後下一個呢我會推薦給你們的是他們家的金盞花舒緩保濕面膜 金盞花這個成分呢我之前滿常跟你們講 就是它是對於皮膚有舒緩跟保濕的效果 所以只要你的皮膚遇到敏弱不舒服的話呢 你都可以拿它出來敷 當然你在皮膚健康的情況下你敷它就是保濕面膜 但是你在皮膚不健康很敏弱的情況下你敷它就是舒緩面膜 所以他們家金盞花面膜對我來說也是滿不可或缺的 那再來呢還有積雪草修護面膜 這一片面膜呢它對於皮膚就是有修護的效果 然後又可以幫助皮膚增加健康力 降低外在因素影響我們皮膚的任何的機會 那你可能會想要問我說積雪草跟金盞花的差別是什麼 那金盞花的話我就會用在我的皮膚缺水 然後皮膚出生命弱的狀況我就會敷它 因為它的舒緩效果實在是太有感了 那積雪草的話我就會把它當作日常保養來使用 因為我剛才和你們分享過積雪草這個成分呢 對我們的皮膚呢就是可以有增加防禦能力嘛 那當然它有舒緩的效果啦 可是我覺得金盞花的效果會更強 那它的話呢就是恢復我們肌膚的健康度 所以其實它們的效果是不太一樣的喔 好那加加年他們家的片重面膜我一直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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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的推薦 是因為我覺得他們家的面膜紙啊非常的薄透 然後很貼膚不會流任何氣泡 精華呢也非常的多 而且你敷完了之後還可以搭配手勢按摩 它甚至可以全部都吃到皮膚裡面 所以他們家的面膜也是我常年大推給你們的原因 接下來第15品跟第16品呢是相見恨晚 但是我真心很想要推薦給你們的 就是我前陣子有發在上海隔離的一個影片 就是挑戰讓自己的皮膚變漂亮 裡面呢是有我的皮膚紀錄狀況 我真心跟你們說那個照片都是真的 我完全沒有修任何一個毛孔我都沒有把它修掉 就是它的那個淡化速度有夠快 那這兩瓶呢就是YSL的仙女水跟仙人掌精華 這兩支真的是有夠好用 那我在這影片就有非常詳細跟你們說 仙女水它主要效果就是代謝跟舒緩嘛 然後還有保濕的效果 我覺得它的代謝效果真的非常的好 像我剛才他們分享說我最近用酸類比較少 是因為我找到了一瓶可以溫和代謝 然後又有保濕的化妝水 而且我連續使用大概三周左右 我發現我下巴筆索型粉刺 真的每一天每一天都有一點點一點的粉刺探頭 而且它探頭之後我還可以把那個粉刺摳掉 所以我覺得他們家這一瓶仙女水實在是太強太強了 那仙女水它的質地呢我也非常喜歡 因為它是水然後加一點點的油 所以我覺得每次擦好化妝水 那個皮膚呢是有一種水嫩感 可是又有那種滋潤度 可是它的清爽度又非常的高 所以這一瓶我超級喜歡它保養過後的感受 而且它又非常的香 聞起來很柔和的一個保養香氣 因為其實我對YSL的印象就是他們的保養品 甚至是化妝品的味道都超重 但是這一瓶仙女水我覺得它的味道是很舒服很療癒的 第16個好物呢就是仙人掌精華 這次真的是 史上我最想要推薦給你們的精華 就是我每一次用完它之後我的皮膚是滑的 而且隔天起床之後呢我的皮膚是嫩的 用完當下我的皮膚還發光 真的是嫩到發亮 我覺得這次仙人掌精華是 是神仙的 它是一個超級大好物 然後我覺得它對於我毛孔的頸致效果真心有感 就是進入到第9天還第10天 其實不用照片去比對 我本人親自肉眼看鏡子就非常非常的有感了 仙人掌精華它的質地呢也蠻酷的 因為它是雙層精華嘛 裡面是有調和仙人掌精脆油 所以你每一次在用的時候要把它搖勻 然後再往臉上帶呢 你會感受到說 欸它的油非常的輕盈 而且滲透力又很高 很滋潤 可是又很滑嫩 重點皮膚還會發光 再加上我臉上有些色素沉澱的部分呢 它也可以讓我的皮膚在9天還10天內呢 去代謝掉那一些黑色素沉澱 那如果說你想要了解更多更多訊息的話呢 當然就建議你們可以到那支影片去參考一下囉 這兩瓶的話呢有一點小作弊啦 因為它是2021年新上市的產品 但我真心覺得它們好厲害喔 那支影片呢有免費兌換連結 你們千萬一定要兌換起來 去體驗看看它們的一些很厲害的效果 我真心好喜歡 好啦以上這16樣是我2020年加2021年小作弊 愛用的保養品推薦給你們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 那不知道你們平時有沒有特別愛什麼保養品 也都歡迎你們在下面留言跟我說囉 今天的影片呢就到這邊囉 那更多我的生活動態還有第一線訊息 都會更新在IG 要記得追蹤我囉 掰掰